新聞全球話 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馬上要帶您關心 上週五發生在屏東縣的大火 到現在還有一名員工失聯 另外已經確定九人罹難 一百一十一人受傷 縣政府今天公布 明陽國際工廠三項過失 裁罰兩百四十萬元 理由是工廠裡面存放超過管制量 三十倍的有機過氧化物 而且在火警發生之後 沒有及時提供廠內化學品的資訊 也沒有指派專人協助救災 空拍機持續在天上盤旋監測 屏東明陽國際二十二號的工廠大火 已造成消防員工共一百一十一人 受傷 九人罹難 有些罹難者只找到 碳化嚴重的不完整遺骸 且部分人帶DNA鑑定 加上還有一名員工失聯 消防人員二十五號持續搜尋 員工爆料消防員剛進火場後發生第一次爆炸 但當時場內沒人下達疏散指令 上午檢方監視及火吊人員陸續到場勘驗 而屏東縣政府也召開記者會公布明陽三大為師 除了儲存超量三十倍的有機過氧化物 依消防法開罰三十萬 明陽廠內的有機過氧化物有三種 事發時卻只提供一份物資安全資料表 其餘兩份事後調查才給 等同媒依法確實提供廠區化學品種類數量等 搶救必要資訊也開罰六十萬 明明像經濟部登記為一般廠房卻存放過量危險物品 此外工廠管理群人沒派專人到現場協助救災 也重罰一百五十萬元 三項為師加起來共計開罰兩百四十萬 明陽董事長中午再度回到現場 對縣府指控表示細節還在釐清 明陽事發當下就被經濟部勒令停工 劉安浩表示已成立信託基金來協助傷亡者 但有員工家屬擔心賠償問題 二十三號委託屏東販保協會 代申請假扣押 縣府則表示會追究相關負責人 公共危險及過失自死罪責 記者 新北市的瑞芳山區 上個星期才有登山團體遭到虎頭峰攻擊 造成兩人不幸死亡 而今天又有五名登山客被蜂群遮傷 其中一個人有急性溶血症狀 被送進家戶病房 他們表示當時看到蜂群 想要繞路離開已經來不及 瑞芳區長則是趕快呼籲 最近不要再來這裡爬山了 好幾位登山客被送往急診室 手臂上全是被叮咬的痕跡 原來是在登山的過程中遭到蜂群攻擊 想起被攻擊的經過隊員還是相當驚恐 這隻來自新北和基隆的登山客共五人 來到瑞芳區和基隆交界的山區登山 但卻在二十五號早上十點左右 五人遭到蜂群攻擊 送醫的四人當中 有一人因為症狀嚴重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 有一個個案 它是有休克 而且現在的生命象徵是稍微有點危險 由於二十號 有隻二十人的登山團體 同樣也在瑞芳山區遭到蜂群攻擊 造成二死酒傷 接連發生蜂群遮傷人的事件 學者提醒每年九到十一月都是蜂群活躍的高峰期 建議看到蜂群還是要保持距離 學者表示 台灣現有的八種虎頭蜂 其中以中華大虎頭蜂和黑腹虎頭蜂的威脅最大 建議民眾登山時 避免穿著深色衣物以及噴灑香水 如果發現少量的蜂群出沒 就應該繞到避開 也不可驅趕或是攻擊 避免引來更多的蜂群 而如果一旦被遮也必須儘快送醫 避免使用鞍水或是尿液 避免延誤就醫 同樣也是跟錢有關 美國政府又再度面臨關門危機 因為眾議院強硬派的共和黨議員主張削減預算赤字 包括提供給烏克蘭的援助也可能受到影響 如果國會不能在九月三十號之前針對臨時撥款法案達成協議 那麼美國聯邦政府十月以後就會停擺 美國國會今年六月才通過舉債上限法案 讓政府免於債務違約的風險 但是眼前又面臨類似的困境 因為美國本財政年度將在九月三十號結束 明年的預算案卻還在國會卡關 如果國會兩黨十月一號之前 無法達成協議通過預算案 拜登政府將面臨關門危機 拜登指責少數共和黨及右派團體背棄承諾 意圖讓政府癱瘓 目前有時想為政府提供資金的撥款法案 又待國會通過 但為了降低政府赤字 共和黨強硬保守派議員主張再砍支出 包括刪除兩百四十億美元 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為了整合共和黨內的起見 眾院議長麥卡錫忙得焦頭爛額 美國政府過去曾有多次關門記錄 最近一次發生在2018年12月22號 當時川普拒絕簽署 不包含美墨邊境竹牆的支出法案 因此導致政府關門停擺 直到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號才恢復 專家評估這次關門機率約為百分之五十 一旦政府停擺 不止數百萬聯邦政府員工 將被播放無薪假 也將對經濟造成一定衝擊 公視新聞的惠民B1 再來關心中國和菲律賓又在南海地區發生糾紛 菲律賓海岸防衛隊星期天指控中國海警 在黃岩島附近設置長達三百公尺的漂浮障礙物 阻擋漁民進入捕魚 甚至還有漁船被衝撞 但是就像過去的衝突一樣 兩國政府照例各說各話 法新社鏡頭直擊中國海警單位 在南海黃岩島附近的爭議海域 局部設置漂浮障礙物 使菲律賓漁民無法進入當地 從事捕魚等活動 非國海岸防衛隊表示 二十二號的例行巡邏期間 在這個海域發現漂浮障礙物 估計長達三百公尺 菲律賓漁民還表示 只要試圖前往這裡捕魚 就會遭到中國海警驅趕 甚至有漁民的漁船 還曾經被衝撞 嚴重剝奪捕魚權利 和影響生計 菲律賓政府上週曾發布影片 控訴中國在南海地區 大規模破壞環境 導致大量珊瑚礁白化 中國反過來要求 非方儘快拖走仁愛礁 非法擱淺的軍艦 不要利用虛構的信息 編排政治鬧劇 如果非方真的關心南海的生態環境 就應當儘快拖走 在仁愛礁非法坐攤的軍艦 停止向海洋排放污水 防止持續生鏽的軍艦 對海洋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 其實本次爆出漂浮障礙物爭議的黃岩島 位在菲律賓旅宋島西方兩百四十公里 距離中國海南島則有近九百公里 根據一九八二年決議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各國對其海岸兩百海里 約三百七十公里內的自然資源 擁有管轄權 但中國聲稱對整片南海擁有主權 並在二零一二年從菲律賓手中 奪取黃岩島的控制權 公司新聞這位委員編譯 接下來的新聞猜猜看單元 馬上請劈率來出題 好 現在要來看蔡英文總統 在中秋節前市島中部地區的戰備部隊 頒發加菜金 他特別感謝國軍 在人民有需要的時候 就會趕到第一線 並且守護國家安全 填充破炮發射十秒之後 順利命中目標 陸軍機部兩三四旅 執行操演任務 出動裝甲破炮車 還有兩架代號摩羯的心事短程 懸役型戰術偵搜無人計 在空中傳回畫面 摩羯無人計可以定點長時間 堅針 使戰場景象從2D變成3D 並且有眼鏡蛇直升機 瞄準進行攻擊 曾永蔡英文中秋節前特地來到陸軍特指部 特私營頒發加菜金 這是因為八月第五作戰區 在卡努颱颱風重創南投時投入救災 我們的國軍弟兄姐妹 總是在人民有需求 國家有需要的時候 就趕到第一線 並以專業和效率 獲得人民的信任以及安心 我要再次感謝各位的辛苦 不過此時立法院預算中心報告指出 空軍F16AB型戰機性能提升計畫 因為彈藥等裝備 籌措進度不如預期 將會延後到2026年度 就連刺針飛彈交貨也有延宕狀況 確實是有些的這個進度 計畫的進度有延遲的一個狀況 但是在經過雙方的一個協調跟調整以後 目前各項相關的這種軍售案子的進度 都依照新的這個計畫期程去管制執行 國務部指出 確實在彈藥上有些延遲狀況 不過現役的140架F16戰機性能提升 目前交機順利 僅剩6架沒有交機 年底就可以全部完成 記者 台中報導 臺灣最近各種病毒啟發 有小兒科醫生表示 一天之內就從不同病人的身上 驗出了六種病毒 呼籲民眾如果有發燒 一定要趕快就醫檢查 才能對症下藥 近來天氣日夜溫差大 各種病毒也蠢蠢欲動 診所才剛開診就人滿為患 後診區全被坐滿 有不少家長帶著生病的孩子來就醫 他早上起來就說喉嚨不舒服 然後就是感覺他病厭厭的 醫師表示口罩令解封 加上免疫負債等因素 近期不論大人或小孩 發燒的人越來越多 小兒科醫師陳信宏 日前在臉書上分享 單日看診就驗出六種病毒 包括流感 腺病毒 新冠肺炎 呼吸道融合病毒RSV等 提醒民眾如果出現發燒症狀 一定要趕快篩檢就醫治療 因為疫情三四年的免疫負債的問題 導致於現在目前 大家也沒有勤洗手 個人的社交距離也沒有保持 這麼好的狀況之下 這些流血病都不斷的在出現 根據我們實驗室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 機關書表示 流感已經進入流行期 而且疫情仍持續升溫 上週新增四十四例流感 併發重症 其中有三十八例 沒有接種過疫苗 而今年公費流感疫苗 將於十月開打 呼籲符合資格民眾 應盡快接種流感疫苗 做好防範 記者大視頻 長龍翔太報導 高加索地區的雙亞衝突 這一次很快有了結局 亞塞拜然對納卡地區的亞美尼亞伊 分離主義據點發動軍事突襲 短短二十四個小時造成大約兩百人喪命之後 分離主義武裝部隊宣布停火求和 由亞塞拜然取得了納卡地區的控制權 而因為當地人民是信奉基督教跟亞塞拜然的穆斯林長期衝突 他們就不想接受敵人統治 更害怕可能會被種族清洗 因此決定全部離開家園 集體搬到亞美尼亞 而對於納卡區的陷落 亞美尼亞總理帕新洋 強烈批評俄羅斯拒絕介入衝突 揚言要改變長久以來 依賴俄國的外交路線 但是呢 亞美尼亞人對這個帕新洋 也很不滿 示威抗議要求他下臺 除了政治動盪之外 亞美尼亞只是一個兩百八十萬人口的小國 如果納卡地區的十二萬人全部都湧進來 可以想像是極大的負擔 當地輿論擔憂 可能爆發人道危機 亞塞拜然軍隊上個星期以反恐為由 對南高加索 納格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的亞美尼亞村落 發動24小時突襲行動 造成了至少兩百名亞美尼亞裔居民 數十名亞塞拜人士兵 以及五名俄羅斯維和部隊士兵上身 亞美尼亞裔分離主義武裝部隊 宣布停火求和 首批為數在一千零五十人的難民 二十四號跨越邊界 進入亞美尼亞村落科爾尼佐爾 歷經爆火摧殘 把一家老小能帶走的家當 全部塞進兩輛箱型車 逃到亞美尼亞的六九歲老人 向媒體表示全村五百口人 只有四十人逃出火網 奪下了納格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的控制權之後 亞塞拜人當局表示希望當地十萬居民融入社會 會把他們當作平等公民對待 但亞美尼亞當局則是警告 他們可能會遭到種族清洗 分離主義武裝部隊的顧問 向路透社記者表示 百分之九九點九的人都想要離開 而亞美尼亞也允諾會免費提供住房 亞美尼亞總理帕西亞二十四號 在全國電視演說中 對俄羅斯拒絕接入衝突 表達強烈不滿 指俄羅斯主導的集體安全公約組織 CSTO 軍事與政治合作沒有效果 且機能不全 應該要改變長久以來 以中俄羅斯的外交路線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則是在聯合國大會上表示 雙亞已經平息了紛爭 到了該建立互信的時候了 公視新聞網紅編譯 介紹帶您看難得一見的畫面 是美國太空總署NASA在二零一六年 發射的小行星探測器 歐塞瑞斯號 星期天成功送回了重達兩百五十公克的小行星樣本 這也是到目前為止 採集到最重的星體樣本 歐塞瑞斯號發射的太空艙出現在螢幕上 猶他州軍事基地的美國太空總署地面控制人員 立刻換升雷動 二零一六年發射升空的歐塞瑞斯號 二零二零年在貝奴小行星探集到樣本 二十四號歐塞瑞斯號 從十萬公里的高空發射的太空艙 將樣本送返地球 太空艙首先撐過了大氣層中 急速下降所形成的高溫 在降落地表前 由於橘色的降落傘開啟的位置 比預期的高度要多上四倍 一度讓地面控制中心繃緊神經 歷經四個小時 總算順利抵達 猶他州軍事基地訓練區 NASA人員將太空艙送往 鄰近的實驗室 在確保不受污染的密閉環境下 檢驗小行星樣本 歐塞瑞斯號在二零一八年 飛底被弄小行星 透過一支真空儀器收集地表塵埃 以及石塊 總重量約為兩百五十公克 是阿波羅登月計畫之後 所蒐集到的最大量樣本 日本轉鳥二號太空船 在二零二零送回的小行星 龍共樣本 也僅有五點四公克 科學家興奮地表示 貝努形成於四十五億年前 也是太陽系成型之初 而歐塞瑞斯號採集的樣本 有助於揭開星系 和地球生命起源的奧秘 在成功送回太空艙之前 歐塞瑞斯號已經在宇宙軌道航行了七年多 距離總計六十二億公里 這批小行星樣本在二十五號送抵 NASA位於德州休斯頓 專門存放月球岩石的新實驗室 進行研究 而歐塞瑞斯號也繼續前往下一個探測任務 預計二零二九年抵達目標小行星 公視新聞章數分編譯 另外這個是歐洲國家 蒙特內戈羅的懶人大賽 比到現在已經超過一個月 都沒有分出勝負 選手們還要繼續躺平 躺著滑手機累了就睡 這樣就有機會把一千歐元 約三點四萬臺幣的獎金 報回家 這是巴爾幹半島的國家 蒙特內戈羅所舉辦的懶人大賽 根據比賽規則 參賽者每八小時 可以起來上廁所十分鐘 躺著的時候可以閱讀 滑手機或玩電腦 但就是不能站起來 連半做起來都不行 違規者將被立刻取消資格 這場懶人大賽舉辦到現在 已經有十二年的歷史 因為過去外國人 常會戲虐蒙特內戈羅的人很懶惰 而為了打破刻板印象 他們乾脆自己舉辦 諷刺性十足的趣味競賽 今年比賽異常激烈 除了參賽者是有史以來最多的一次 從原本的二十一名參賽者 淘汰到現在只剩下四人 比賽也已經超過一個月了 到現在還無法分出勝負 公視新聞沈魯沛編譯 現在要再把鏡頭交給批帥 告訴我們今天新聞猜猜看的答案 好的 菲律賓最近指控中國海警 在黃岩島附近驅趕飛國漁船 並且設置浮動屏障 企圖阻阻止漁民捕魚 而黃岩島位在兩國長期 有主權爭議的南海地區 答案是三 你答對了嗎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 公視新聞全球話 我是黃明明 我們明天晚間六點半再會 明天晚間六點半再會